你拿一条stack和propeed的题目,其实主要是propeed的 那parta就问你哪个牌子是会比较耐用的 因为这些就是他们的寿命,寿命越长越好 最正路就是compare两者的mean 计算mean的时候,你就要用caskmark去做 caskmark怎么计算? 把这两个数据加成2 即是1050,1150,1250,1350和1450 这些就是所谓的caskmark 拿回中间位 例如我要计算牌子a的mean 因为大家应该都是数量一样的 加一加就会加到120 所以我就会这样乘 首先min a 就会是8x1050 加50x1150 然后再加42x1250 10x1350 还有最后也是10x1450 除除多少呢? 除120 好了,那我先hold住 那我想写下 那我想写下b的调色 b的调色呢 b的调色呢 其实情况类似的 那就是 就是 4x1050 加12x1150 加40x1250 加36x1350 加28x1450 就除120 那就是 计算机的时间了 我小心点计算吧 除120 那就算到呢 平均是 这个是 1x1050 这个是 2x1050 那就是 2x1050 这个是 2x1050 这个是 2x1050 这个是 1x1050 2x1050 Band B就会有长点的寿命 答案就是Band B,这个部分A 你用Medium和Mode去比较,Marketing也会接受 Mode就是说Model Cast 例如你可以看 对于A来说,Model Cast就是这个 最多的灯淡就是介乎1100至1200个小时 但对于B来说,最多的灯淡就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 就是介乎1200至1300个小时 所以可以比较Model Cast 至于Medium,就要看中间数 因为你60个灯淡,那你就看 120个灯淡,那你就看第60个位置 或者看60和61之间 那你就会看到,如果看60和61之间 A牌子就在这个范围 但是B牌子就应该在这个范围 如果你看Medium也都可以比较到的 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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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转了来说 这个解大个等于 大个等于 所以,什么时候会是good呢? 其实就是我现在 highlight的位置就为good了 因为你上面那些的 那个寿命都会是小于1300个小时的 所以我们就会先写下它 这两个cast是good,这三个cast是acceptable 好,那B1先了 B1就说现在你随便选一个灯淡 那它是acceptable的progbit是多少呢? 在这里求其选一个,那你有120个的嘛 那acceptable有多少呢? 就将这三个数字双加 8加50加42就是100 所以计算出来就是5超过6 5超过6 接着呢,B2又是 今次就选两个 今次选两个 那要有至少一个是good的 你选两个,有至少一个是good的 at least 1 那我就会和你呢 B2这里就做两个方法了 method 1就是ncr ncr呢,你100个选两个嘛 那份母呢 就是18c2 那如果你至少一个good,那你要分两个case 有哪个case 啊 哇,长一点先 第一个case呢,就是一个good,一个acceptable 那所以呢,你就会在 这100个里面选一个 那剩下的20个都选一个 割一吧 或者呢,你两个都good 都可以的喔 两个都good呢,那就是 100个 选0个 然后呢,那20个选2个 那我们按一按机啦 其实18c1呢,那我就是100来的 那这样按就会快点啦 好了,那我计到呢是 那我就犯了我毛病的 就不是100个选两个 是120个 所以那份母应该是120 那我就以为100个 那我就犯了我毛病的 就不是100个选两个 是120个 所以那份母应该是120 两个加起来才对的 好了,那我就现在计到呢 是73 over 238 73 over 238 好了,这个就是 b2 的method 1 接着呢,就做了 就是method 2 method 2呢,就是用probit 双成 的方法 但是呢,你at least 1 at least 1呢,那做probit双成 我们都是用1减的 那就减回呢,2个都是acceptable 那就是 at least 1的probit 一减2个都acceptable 那你就 你减掉了2个都acceptable 那就至少1个是good 好了,2个都acceptable 那你第一次抽呢 就要抽到acceptable 不要乏6啦 那第二次抽呢 就是 你得分119个登泡 而呢,当中是有多少个是 acceptable呢,就99个 那你就会把呢,这两个probit就双成 那就不用成number of places 因为不用成2那些的 因为呢呢,你是 两个 因为两个都是acceptable 那你没有次序 即是没有case 可言 亦都是计算到相同的答案 就是73 over 238 好,接着呢就去到b3啦 好,接着呢就去到b3啦 b3啦 b3 那就说呢 他现在要 想下用method 1还是method 2 哪个呢 是会有高一点的机会率呢 是 是有at least one good的night rub的 好啦,method 1先看一看啦 method 1呢 就是说 在 两个batch 即是牌子a和牌子b 就 夹起 先看啦 snapped up from the two batches and the two batches are the randomness chosen from the selected batches 哦,那首先呢就 嗯 选择了一个batch 先,就是选择了a或者b先 再在a或者b那里呢 就选择了一个 燈泡 好啦,method 2呢就是两个batch 各选择一个的 好啦,那所以呢,method 1 的话呢,你那两个燈泡 就会来自同一个牌子的 method 2呢 那两个燈泡呢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牌子的 那我们就 我就会和你去做 不同的方法啦 这次我叫做method a ncr 好啦,ncr 那ncr是怎样做法呢 首先是method 1的propies 那我如果在method 1里面 是想选到 至少一个 好的燈泡的 那因为你 二分之一的机会是选择了a的嘛 是吧 那选择了a的话 选择了a的话 而 你是有至少一个 good的话 我们刚刚就计了咯 就是73 over 238 那所以这个是二分一 乘 73 over 238 好了,那也有机会选择了b的嘛 你有二分之一机会选择了b的嘛 所以呢,就二分之一机会 就成呢 选择了b的 那个 的propies 好了,那b呢就有 120个 你里面选择两个 你要at least one 120个选择两个要at least one 那其实就是说 你有两个case 就是 他aceptable 这里就是56 56 这里就是 64 所以呢 第1个情况就是 56c1 乘64c1 第2个情况就是 56c0 乘64c2 这个就类似刚刚做 b2那时候的做法 好了,那我们按一按机啦 我计算到是779 over 1428 好了,接着method 2 method 2就是 你在两个batch 各选一个 要at least one nice bug 那就是说呢 你其实这个就用一减会好些 一减什么呢 就减回走 两个batch 都刚好选择到aceptable 你减回走两个batch 都是选择到aceptable 那就是有至少一个good 好,那所以呢 第1个batch 选择到aceptable 就是5 over 6 第2个batch 选择到aceptable 就是56 over 120 所以method 2呢 就只开用propation 你做不到ncr 其实这个 这个 我计算到是 11 over 18 这个大一点呢 这个数是大过去的 大过去的 所以呢 我们就会呢 是 用method 2了 但是呢 我刚刚 也跟你说了 是有 propation 的方法 就是我计算 method 1那时 我计算这个 做法那时呢 我想用propation 试试给你们看 首先呢 就有二分一机会是 抽中a 如果抽中a 你又有at least one good的话 73 好吗 238 但是你也有机会是 抽中b的 抽中b 你又要 at least one good呢 那就一减 在b那里 在b那里 你两次抽 都是抽到aceptable 那就减了这个情况 那你在b那里 就会有at least one good 那就是减了第一次是 aceptable 第二次都是aceptable 就是 119分之55 因为买少见少的 你抽完一个出来 是会少了一个 分子份目也会少了一个 那应该 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 56 over 12 55 over 119 那我亦都计到是779 over 1428 那其他的呢就照抄得了 因为method 2来说 就 没有其他方法的了 基本上 就是如果你用 是 我们会用 method 2 再说一次 就是你一减 两个batch 都是抽到aceptable 那你就会有 至少有一个good 就是 batch A又抽到aceptable batch B又抽到aceptable 对不对 亦都是 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method 2的port bit 是高一点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method 2 这样就会 令到 抽到 至少一个good的port bit 是高一点的 我们期待 转发 一下 啊 头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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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